大家好,我是秒儿 今天给大家讲的电影是《77号灯塔》 女主是个大学生,她有个闺蜜 上课上着上着,就把老师也给上了 不过这闺蜜可是走心的 想要找老师讨个正式的名分 于是拉着女主陪她去,好壮个胆 两人四处打厅,找到了老师的家 《77号公寓》 开门的是个黑着脸的长发女 难道是传说中小三上门御员配 劈腿渣男线圆性的套路? 不过很快发现,使我想多了 长发女只是纯粹的室友 不满被打扰罢了 两人进屋看到半屋子的显示器 不知道的还以为住的是大楼监控室呢 老师把闺蜜拉出去谈私事 而女主也见到了另一个室友 男主,也许是一心相惜 她可就热情多了 平日的业余爱好是做电台节目 启发大家如何从哲学角度思考问题 一副身残之间很励志的模样 性质一上来 还拉着女主一起向观众传到授业解惑 可男主的价值观越聊越歪 在男女问题上 是赤裸裸的双标啊 女主不敢苟通 只能给她一个尴尬而不是礼貌的微笑 尬聊一结束 她就立马跟着闺蜜和老师拍拍屁股走人了 因为这对失神连 不速中长确立了关系后 就抑制不住体内的荷尔摩了 打算找个酒店 两人光愁交错的庆祝一番 女主作为一个有思想觉悟的电灯泡 就不准备照亮他们的虔诚了 于是自个儿回家发光发亮去了 但半道发现 自己把手机落在了老师家 只能回去取 结果正巧赶上屋内两人 缺个兼职打字员 需要女主来顶替老师的位置 原来这两人的真正职业是黑客啊 他们正试图破解凡蒂冈的网络安全系统 需要有人在一旁帮他们输入一串超长的验证码 这不就是长得丑一点的金山打字通码 打完一关就会进入难度更大的下一关 老师本来在买作战装备 得到开空通知 连忙抛下部镇警师赶来支援 及时接受了女主的工作 最终成功入侵了凡蒂冈的档案部 开始肆无忌惮地盗取古希布莱宇的原版神经 因为男主多年研究发现 这里头蕴含着的圣经密码 有精准的预测功能 他相信 全部导入计算机破解之后 就能有验证过去 预测未来的功效 小哥哥 中国的终意八卦也可以了解一下呀 而经过刚才那一波操作 计算机也从破解圣经密码的二维版 升级到了三维版 但这又是什么鬼啊 男主耐心科普 比如平面是个二维世界 那么上面的圆圈就是二维的 人作为三维动物 如果被圆圈包围 可以直接抬脚跨出圆圈 但是作为二维的圆圈 看不见第三个围图 所以他永远也无法理解 原本被包围着的三维生物 是如何走出圆圈的 因此 对二维世界来说 三维的我们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以此类推 如果能理解并进入四维 就能成为三维世界的神 那么拯救世界也就是分分钟了 虽然听不懂 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女主觉得 自己跟不上这群神经病的思路 还是不奉陪了 可刚出门 就遇上了来找老师的闺蜜 劝都劝不回去 女主放心不下闺蜜 于是在这大门自动上所前 又跟了进去 而此时 神经密码三维版的系统破解已经完成 现在只要输入想知道的是 就可以在计算机里 挑出事件相关的单词 似乎很神奇的样子 他们拿肯尼迪总统 被刺杀的时间测试了下 结果竟然很精准啊 男主输入明天的日期 想测试下系统的预测功能 结果显示的却是一部歌剧的名称 诸神之黄昏 难道是世界末日 要不要这么刺激啊 这程序瞬间跌下神坛成了智障 老师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立马给大家补了一刻 这作品讲的是旧诸神消失 新诸神诞生 世界在灰烬中重生的意思 就在这时 闺蜜却看到这屋子里 竟然出现了个白色身影 吓得他精神尖叫 而其他人却什么都看不到 男主赞叹道 闺蜜这是天生的通灵体质啊 而屏幕上此时 出现了另一组黑客对他们的警告 对方此称能预见未来 要他们立刻停止 但这警告被男主华丽丽的无视了 并对信息来源进行了跟踪 发现对方竟然来自五角大龙 看来是被美国的情报局给跟踪了 此外 他还从对方的系统上 找到一个实况直播 原来闺蜜看到的人影 就是视频中的人 他们是天生的千里眼特异功能者 能用精神感知别的地方发生的事 情报局把他们招入挥下当剑蝶勇 而主角们刚才就是被这两货给监视了 闺蜜吓得想回家 可系统的安全设置 却把他们反锁在屋内 此时 独自在房间内的男主 紧靠着一桶卷纸 就领悟了更高维度的世界 然后第一时间去找了长霸女 原来 长霸女读书时 勤工俭学当收银员 认识了常来买东西的男主 并爱上了他 甚至 国际的为他割脉自杀 男主在救下他之后 却被开车的老师不小心撞成了残废 于是三人住到了一起 长霸女负责照顾他的起居 并和老师一起帮他完成他的梦想 但男主从不曾爱过长霸女 车祸后 其实内心真埋怨恨 一直把他当机器般利用 如今 他已经突破了三维 所以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拿长霸女做测试 控制他意识 蛊惑他自杀 并在最后置他于死地 大家也意识到男主已经陷入癫狂 但在男主眼里 其他人直钝的如同学渣 于是 当即给他们展示了 什么叫知识时任进步 随后 他竟然就这么从轮椅上 慢慢站了起来 嗯 治好了腿就坏了脑子 看来 任何事都是遵循质量守恒定理的呀 女主想报警 却没有任何信号 老师认为 既然男主已经恢复 那两人就扯平了 可男主觉得 曾经的伤害 哪有那么容易一笔勾销 两人因此发生的争执 男主控制了闺蜜 刺伤了老师 虽然女主和闺蜜 立刻带着老师躲进的播音室 男主还故意在门外恐吓两人 并告诉女主 未来并不存在 全使人这种三维动物 为了适应三维逻辑 而捏造发明的概念 时间并不是线性的 所有的事都早已注定 闺蜜再次看到千里眼患者 原来之前她出现 就是想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她告诉闺蜜 能通灵 说明她天生就是种超三维状态 只有她能跟男主抗衡 阻止男主的疯狂行为 受到鼓励的闺蜜 便和女主一起出去找男主对决 而男主此时 正改装提升计算机性能 她已经把圣经密码 破解到七维了 闺蜜也神技般的忽然开窍 掌握了定住男主的技能 双方一阵超能力斗法后 两人双双死亡 只留女主度活 可事实上 男主根本就是故意让自己被杀 这样她就能脱离三维世界的束缚 进入更高位度 现在 她直接出现在千里眼身边 累死了两个千里眼 新闻中 全球陆续开始停点 世界正在陷入黑暗 男主拥有了无限的力量 掌握了神的能力 就是为了毁灭世界 敢不敢再有点别的追求 女主也表示不服 就男主能顿悟成神 就她有主角光环 于是 一个倔强的眼神后 女主也开始通小气围 拥有了和男主匹敌的能力 编剧 你这还能再随意一点吗 所以 这个故事是想告诉我们 没事多冥想 万一不小心开窍 就能成神呢 好了 就这样 我是一只常年吃狗粮的毛 喵 cha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